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 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陈学胜 桃园市党部主委杨敏成中午同匡 澄清党中央换将一说 陈学胜说 蓝军的声势一回温如到吃干着 从政文产宣布集结降价就看得出来 凤吕迎开始慌张 陈学胜表示 也许打选战的方式与主委略有不同 但不会影响到双方的合作 他当过地方党部主委了解服选有多辛苦 但眼下党缺乏资源 用传统方式竞选 面对资源庞大的政文产 国民党只会更辛苦 因此要用创新的方式 让外界看出国民党的改变 会把仅有的资源花在刀口上 对于外界质疑地气不足 陈学胜说 自初选后便不断奔走基层 近期民调明显回温如到吃干着 后市看涨是可预期的 从政文产提仓促提出 积极降价10元就看得出来 如果躺住就选上 干嘛是出政治力多 代表选情持续拉近中 陈学胜也解释没有存在感的文宣由来 那是一个梗 虽然网络上都说我没存在感 但是我其实很有安全感 文宣发出后让年轻人注意到我 就代表宣传成功 这周六也会有类似的文宣推出 我一定会有很多愿意的文宣推出